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云南的蛊虫 湘西的赶湿 镇湿的符指 女巫的咒语 这四种我只在小说或者电影中看见过 而今天给大家解说的通灵之战 将围绕迷魂咒展开 这是一种远古日常巫术的一部分 可以让喜欢的人在短时间内迅速爱上你 而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 随便上网一搜都能找到成千上百的方法 下咒对于大家来说早已见怪不怪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对身边的朋友和熟人试用过 魔咒是否真的存在呢 节目组打算验证一下 经过一周的努力 终于在大街上找到了这次挑战的志愿者 他曾经用巫术使一个男人爱上了自己 接下来志愿者会藏在其他没下过咒语的女士当中 看看通灵者们能不能感应到 现在参与挑战的六名女士已经全部到齐 屏幕前的您是否凭感觉就知道是谁呢 如果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那请继续看下去吧 节目组还把被蛊惑的男人照片 装进了黑色的信封里面 第一位上场的是卡家婆婆 她能感应出几位女士中谁曾下过魔咒吗 婆婆在上场知道挑战后 直说不喜欢魔咒 但也很高兴终于有一项自己擅长的了 随后拿出一根黑色的蜡烛 点燃之后在手中转了几圈 和每个志愿者握过手后 婆婆看到了这位穿粉色裙子的姑娘 身后站着一个男人的灵魂 主持人让姑娘站起身 并请那位确实下过魔咒的姑娘齐力 但现场除了粉仪姑娘 再没有其他人站起来 婆婆答对了 这个姑娘名叫卡家 今年25岁 正是她在9年前 给自己的男朋友下过魔咒 她居然将姨妈血堆进了葡萄酒里 骗男朋友喝了下去 啊稀吧 我昨天的饭在肚子里翻僵刀海 不过这一行为的后果很恐怖 原本温和的小伙子 在喝过酒之后变得异常暴躁 终日酗酒不说 还动不动就暴揍卡家一顿 两年时间有七次被打成脑震荡 腿还有鼻梁子被干骨折 卡家一直忍着 直到被打进了医院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结果 而是卡家在离开那男的没多久之后 他便被杀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这么一看 魔咒不仅存在 还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小伙伴们千万千万不要模仿 下一位上场的塔吉扬娜 能看得出来他的腿已经恢复了 但在开始之前 他有一个请求 要从主持人身上吸取男人的力量 只见主持人解开自己的衬衣扣子 塔吉扬娜拿着一条杀金就伸了进去 主持人内心OS 好羞耻 好害怕 但又好喜欢是怎么回事 哭包念完咒语之后也开始了 不费吹灰之力 也找到了卡家 看到这儿 我也是无话可说了 不但用姨妈写下咒 还用在了自己亲戚身上 关键这个亲戚 还是爸爸这边的堂哥 奈何自己没文化 只有一句卧槽行天下 此时此刻的我三观惊讳 塔吉扬娜下面说出的话 更是让我心里承受范围 直接降到负数 卡家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埋葬了四个男人 凡是跟他出国对象的男人 全都死了 现在他不敢再跟任何人约会 害怕还会有人死去 可惜的是 塔吉扬娜没法帮忙破解魔咒 因为当初被蛊惑的那个人 已经死了 如果他活着 可能还会有办法 卡家难道一辈子都要偿还 年少时犯下的罪孽吗 下一位出场的尼吉塔 有没有办法呢 在搞清任务之后 尼吉塔朝着女士们走去 结果选了一位 自己看着最顺眼的姑娘 此处应有BGM 接下来上场的几位选手都没找到 贾大师耍了一套鞭子之后 开心退场 最后一位挑战者 依旧是朱丽王 他从没给人下过咒 因为 拿过信封之后 闻了一下 他知道 照片里面的人已经死了 接下来也是直接开挂了 友友们 朱丽王注视着每个人的眼睛 他说的每句话都直击灵魂 拥有让人瞬间破防的能力 但他又特别温柔 用只有当事人能听懂的方式进行交流 所有人已经彻底服了 到卡加这里 朱丽王却看见了其他的东西 在卡加还小的时候 他和一个男人走进了一个破旧的砖房里 剩下的事不用我说 大家也都明白 当时的卡加年纪还小 不敢报警 现在他也不希望节目组将他的话播出 因为朱丽王描述的那个男人 玷污了他 虽然节目进行了剪辑 但从朱丽王的口中 我还是听出那个玷污卡加的男人 就是他下周的堂哥 随后朱丽王又说 其实卡加并没有下周成功 他认为正常人没有这个能力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我相信是朱丽王在解除卡加的负罪感 希望他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随后两人的对话中 也确实证实了这点 卡加身边的男人之所以死去 都是因为他们爱喝酒 还有钱客 而卡加总是习惯性的找这样的人 他就像给自己拟定好了脚本 朱丽王希望卡加可以打破他 否则只要他活着 就犹如生活在地狱中 听完这番话 卡加痛哭流涕 希望这件事情之后 卡加可以找到真心对他好的人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这次挑战没多久 节目组收到一个姑娘的求助信 他的弟弟几个月前被发现死在出租屋里 当时他的室友说 房间内东西散落一地 像是经历过激烈的打斗 更离奇的是 弟弟双手被绑在身后 被挂在了厨房吊灯的挂钩上 警方却说他是上吊自杀 因为绳子绑的不是很结实 他非常有可能 是自己站在椅子上 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之后 再把手塞回去的 你听听你听听 说的是人话吗 姐姐坚信这绝对不是自杀 向检察院提出立案侦查的申诉 但最后还是只收到了一份死亡证明 弟弟从15岁的时候 就和姐姐来到城市打拼 从澡堂服务员到建筑队 所有脏活累活都干过 姐弟俩相依为命 是彼此唯一的亲人 现在姐姐只想知道弟弟的死意 为他洗脱冤情 找出凶手 姐姐希望通灵者们 可以告诉他那天发生的事情 节目组故意盖住弟弟的名字 将通灵者带到他的墓前 选手们需要通过自己的能力 感应出这里躺着的人是谁 又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请第一位通灵者 玛依雅的到来 在简单了解过任务之后 他点燃了一支蜡烛 又抓了一把坟头土 很快便感应出 里面躺着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 下葬的时间应该是冬天 因为他看到周围白茫茫一片 这个年轻人好像喘不过气 活着的时候对自己的生活 也不是很满意 甚至一度划伤胳膊 难道真如警方所说 他是自杀吗 玛依雅很快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弟弟并不是自杀 相反在他死的那一刻并不是一个人呆着 这一切都得到了姐姐的证实 但关于谁是凶手 玛依雅也不能确定 测试还在继续 下一位出场的是朱丽王 他不知道埋葬着的是谁 朱丽王在知道任务之后便开始通灵 点燃一只黑色的蜡烛 嘴里阵阵有词念着咒语 像是在召唤什么 没多久 一群乌鸦齐齐飞到了电线杆上面 他缓缓来到姐姐身后 知道两人是姐弟关系 并且这一切和他们的父亲也有关 就像是因果报应一样 父亲在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 又找了个女朋友 结果好兄弟和女朋友搞到了一起 经历了双重背叛的父亲 一怒之下结束了两人的生命 而弟弟也是因为女人 才离开了这个世界 朱丽王希望姐姐可以放手 因为弟弟会以其他的方式 重新回到她的身边 姐姐以后会生个儿子 她大受震撼 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 后面上场的几位选手 由于能力的原因 没有办法准确感应出信息 甚至有的人因为自己说错了 而愤怒离开 随着卡家婆婆的上场 事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婆婆上来就感应出了死者的性别 年龄 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也差一不二 还直接找到了姐姐 并通过弟弟的视角 看到了姐姐结婚时的场景 就连婚礼当天穿着什么衣服都说出来了 婆婆还感受到 姐姐出嫁时弟弟并不高兴 她认为姐姐以后就不会那么在意她了 随后婆婆还将弟弟和姐夫的关系揭开 姐夫一直强迫弟弟独立 认为她已经成年 已经有自己的主见 两人为此经常吵架 甚至还动过手 但随后卡家婆婆说出的话 才是弟弟死亡的关键 弟弟生前曾很着急的向姐姐要过一大笔钱 可她为什么会突然急需一大笔钱呢 卡家婆婆确认 弟弟去世的那天 有两个人来找她催债 一个人很高 有点秃头 一个个子不高 头发颜色比较深 他们向弟弟要钱 并不断吓唬她 不还钱就弄死之类的话 大家都震惊了 姐姐也在这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点 她在参加节目之前 在相册中发现一张字条 上面写了和钱有关的字 但后面的句子被划乱 看不清写了什么 姐姐想继续追问弟弟欠了多少钱 在哪能找到凶手的时候 婆婆因为消耗了太多能量 已经无法解答接下来的问题 剩下的通灵者 能否进一步解开犯罪谜团呢 贾大师挥舞着30米长的身边 又是一顿胡说八道 最后一位塔吉安娜刚登场 说出了一句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话 手摸着墓地 很快便感应出里面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 但性格很容易冲动 看向姐姐的一瞬间 直接说出俩人的关系 还有弟弟曾经想给姐姐买车的梦想 甚至看到弟弟租的那个房间里的情况 房间很小 里面家具都很便宜 地板和褪色的墙纸都被她一一说了出来 她如此详细地说出了所有细节 就像是置身屋内一般 随后 她摸着自己的脖子 好像呼吸很困难 塔吉安娜开始描述凶手的长相 一个个子高高的秃头 第二个个子矮一点 留着一头蓬烂的头发 这一切和卡家婆婆说的完全对上了 塔吉安娜不但看见了凶手 甚至连他们作案之后去了哪里都看到了 这一切原来都是因为一个女人 弟弟想和一个大人物的女朋友一起私奔 所以才会向姐姐要一大笔钱 而弟弟之前也被警告过 甚至还和他们发生了肢体冲突 直到这时 姐姐才想起来打架的细节经过 塔吉安娜相信 案件是可以破解的 因为和弟弟一起租房子的室友 知道这一切是谁干的 第二天姐姐和姐夫就去弟弟遇害的房子里 寻找目击者 遗憾的是 合租的室友不在 而屋内的其他人也不愿与两人见面 姐姐此时也释怀了 她来通灵之战的真正目的 不是带着这些信息去警察局 而是想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 现在她要开始慢慢释怀 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那今天又是哪位通灵者会离开这个挑战呢 废话不多说 直接宣布结果 本周的周冠军是卡家婆婆 而离开的人是真真假假的假汉大使 我的快乐 啪 没了 好了 通灵之战还在继续 请各位小伙伴锁定新一期的解说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